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POF團POFstudio 我是祥林 欢迎回到我們的模擬城市生存第二季 那這一次的話呢 我想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規劃一個港多出來 因為上一集說過了 我們還沒有一個釣魚的港口 對不對 我們要把它給弄出來才行啊 那看了一下地圖之後呢 我個人是覺得這一個區塊會非常的適合 剛好只要這條道路延伸過來就行了 那這邊的話大概也可以延伸出來跟他接上吧 然後這條道路也可以再延伸過來 就可以接到我們的這個市長官邸這邊了 然後現在是晚上 多麼的有情調 大家請看 多麼的有情調 然後這個真的好像展示機了 有沒有 好像展示機了 有蜘蛛 有蜘蛛 蜘蛛在哪裡 蜘蛛不會是要來找我的吧 沒有 唉唷 差點掉下去 好像是要來找我的 他怎麼掉 先睡覺 先睡覺 不管這蜘蛛 先睡覺 Oh shit 蜘蛛在哪 蜘蛛怎麼一直在掉血 還害我不能睡覺 哪裡來的蜘蛛啊 哪裡來的蜘蛛一直在掉血 然後我又不能 喔在這裡 居然跑進了我的 喔 怎麼會有兩隻 居然跑進我家 沒關係 我們可以多收一些這個錢 那這個錢的話到時候我們可以拿來買東西 對 跟創造買東西 好的 很好的意見喔 非常的好 那也就是說我現在身上還有很多的鐵錠 對不對 其實也不是太多啦 其實也蠻多的啦 一二三四四卓 再多一點點這樣子 其實也蠻多的 還不錯還不錯 然後 然後那個船的部分好像也就只有這麼一個 跟那個橡皮艇的樣子吧 我看 看這個樣子好像 好像沒有其他的那個戰艦什麼的 我不知道誒 可能還要再仔細的去看一下 總而言之呢 有個東西是魚雷嘛 之前我有在問喔 然後又有人在評論中說了 那個需要生魚的基本上 需要生魚的基本上呢 應該就是魚雷啦 沒錯 我也去查了一下 需要生魚的確實就是魚雷了 我已經看我身上有沒有什麼必要的東西 好像都沒有 就是那個建築方塊都沒有 建築方塊我是放去哪裡啦 建築方塊我是放去哪裡啊 我的建築方塊 我決定去鎮上看一下 好久沒有關心我們的這個市民了 還是去看一下好了 因為我們上一集呢 全部都在搞我們自己的軍火庫嘛 都搞我們的自己的軍火大業而已 都沒有什麼來管這邊 我們的市民的生活狀況啊什麼的 那這邊的話感覺上好像 其實是有不少人了已經 不少了 不少小孩子已經長大成人了 原本這邊好像有一個小孩子住在這邊的嗎 我們現在關心一下他們的狀況 好久沒來關心了 怎麼都沒有 那這邊呢 這邊也沒有 這邊 喔 就是他原本是一個小女孩對不對 他不是一直就站在這邊然後 不讓我們進去嗎 他現在長大了 長大了 懂事了他會讓路了 大家看到沒有 長大了 他就會讓路了 好好好 原來如此 欸欸怎麼了怎麼了怎麼了 他剛剛從我旁邊走過去 我的車就突然之間一直往上面飄了 這邊他要過來拜訪誰 他是不是要來拜訪人還是 沒有他只是出來 他只是出來逛街的而已喔 這邊這三棟裡面的住家看來 好像也全部都只是 全部都只是 出去工作了 所以沒有人在 所以要叫他去工作吧 不然他一個人在這邊也不知道在幹嘛 滿無聊的 到時候就會有工作安排給他 應該不是釣魚啦 因為我們現在好像還有兩個人 無家可歸嘛 所以我們到時候的話呢 到時候的話呢就是去 到時候就在這邊 然後先把鋼 欸先把那個房子蓋出來吧 應該說先把地整坪 然後把房子蓋出來之後 道路就可以延伸過來 沒錯 或者應該先蓋一條道路起來了才對 先把這個挖掉吧 喝啊 這邊東西全部挖掉 就有箱子了OK 然後建築方塊的話 只剩這麼一個嗎 不對啊 我其實不是做了一大堆的嗎 我做了一大堆的建築方塊 又去哪裡啊 我是放到哪裡去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了 莫名其妙 算了 剩一個就剩一個吧 然後總是會有莫名其妙的門嗎 沒辦法 他蓋的時候門都會跳出來 這門想要把他銷毀掉 那這邊還是把這些都拿出來吧 呃 柵欄應該也會需要的 所以多拿一些出來 呃 應該就這些了吧 石磚不知道會不會要 好多東西喔 再拿一組石磚 呃 輪胎的話 輪胎 輪胎很難做的啊 還是不能夠隨便亂丟的 就現在的狀況來看的話 呃真的不知道在丟什麼 那沒什麼好丟的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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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是說 呃這條道路就往前延伸吧 所以從這邊來看的話 這邊延伸到這邊來 我就該條120那麼長的道路吧 只是說 呃 海拔的 海拔高度要考量一下喔 現在我所在的這一個地方是66 66 所以往前面那邊過去看一下 這都要算準的 我們要到前面這邊來看 看看要從哪邊開始整平他 66 有沒有必要說 把道路 蓋高一點什麼的 好像有必要喔 因為這邊太高了 這邊真的蠻高的耶 我們要看一下這邊的狀況喔 那道路當然是要從這邊 直接整個穿過去 那路上的話 有什麼樹啊什麼的 都要把它給砍掉 OK 好的 我們又要來 大肆的修改一番這邊的 那個 地形喔 那如果從這邊過去的話 應該只要直接跨過去就行了 直接跨過這一條河流就行了 然後這邊好像是一個 看起來像是一整片 一大片的一個地中海啊 或者是應該叫他做湖泊 不知道該叫他地中海 是該叫他湖泊 叫他湖泊好了 這邊的話就是那個 哇 這邊好高喔 這邊 這邊好高喔 這邊太高了啦 天啊這邊不適合居住啊 這邊 這邊真的不適合居住啊 好像也不太適合釣魚 不太適合釣魚啊 因為他 太高了 這邊地勢太高了 這邊也不能用耶怎麼辦 喔 因為我到這邊來了 可是本來就應該在這邊的呀 我繼續往前看一下好了 這邊居然會有一個 礦坑的入口在這裡喔 真糟糕 這邊居然不適合 不適合使用怎麼辦 這其實不能夠算是一個怎麼樣的礦坑喔 嗯 啊 這邊不能蓋港口 哈哈 這邊太高了 不適合蓋港口 啊這邊看起來就像一個斷崖 就像台灣我們台灣的東部一樣 都是這種樣子 怎麼辦 我該怎麼辦 我該去哪裡尋找一個可以讓我們 這邊的海岸看起來都是一樣的喔 都是那個樣子的 或者在這邊吧 這邊是沼澤 沼澤地的地方 喔也許在這邊不錯 這邊道路其實也知道延伸 延伸過來不了多遠就可以了 不過在沼澤的地方 他們捕到的都會是什麼魚啊 嗯 沒關係我們先過去那邊看一下吧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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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終於又到了這邊來 那就是要從這邊繼續的往前面延伸嗎 然後前面也是一大堆的樹 好一大堆的樹也是得把它砍掉了 然後 啊 又是這樣 凹凸不平的凹凸不平的 不錯不錯 這個地方不錯 對這個地方不錯 就是說這些樹要先把它砍掉就對了 不過這個地方的確實是相當不錯的 沒錯那就用這邊吧那就用這邊吧 喔我的天啊完全撿不起來 東西實在太多了 啊 那沒關係啊沒關係了 我這邊的話呢就先稍微 挖掉一些地方起來 然後我們只要在這邊呢 開始給他蓋就行了 先 蓋這個起來吧 也不一定說要叫人來工作 反正先把它蓋起來就對了 終於可以開始撿東西了 樹苗就不要了 樹苗真的沒那個必要了 那這個泥土也暫時必要吧 能夠把原木撿起來就撿原木吧 然後 嗯 應該暫時還不用叫人來這邊 欸 先叫人來這邊蓋好了 對先叫人來這邊蓋好了 所以呢 找一個人來蓋吧 等級5的 還等級3啊等級5的好了 是說他上次看他蓋是會出問題的啊 這次繼續看看他會不會出問題吧 那這邊的話那個東西叫什麼 Fish Dock在這裡 就是他 蓋下去吧 那他應該會需要項目材吧 我印象中都是這樣的 還有可能會需要一些柵欄吧 都給他 然後他會需要泥土 他會需要泥土 很好 才剛剛被我丟掉而已耶 這沒有挖掉給他好了 然後他就會停止工作了 OK 然後我沒有帶床在身上 所以說我要先去睡個覺了 那這一集既然是 啊純粹只是要先把一個港口都市 稍微建立起來的話 我們就應該 欸我有帶床啊 不過我覺得我就應該回我的市長官邸去睡一下 因為實在是 很久都 在外面工作的時候都不會回來這邊睡覺 我總覺得還是要回來睡覺一下 這樣比較有那種 在城市裡面生活的感覺嗎 然後就是火藥啊什麼的 紅石啊一些 我就往家裡面先放一下 因為暫時還沒有要用到 這個 我真的不想管 泥土的部分他會需要嘛 所以多帶一些喔 那骨頭 哇骨頭好多喔 紅石 紅石塞不下去了 往上面塞吧 火藥呢 我要往上面塞 這些都先往上面塞吧 就像這樣 OK 很好 很好很好 然後這條狗啊 這隻狗真的不願意下來欸 欸 你不要再霸佔我的位置了行不行 你會不要再霸佔我的位置了喂 欸 我的天啊 天啊 他他他他到底要怎麼樣才能把他下來 我是不是應該要把 這個能回收的嗎 可以回收的 可以回收所以狗應該也下來了吧 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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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已經卡到地底下面去了 出來啊出來啊喂 坐著坐著坐下 我點不到他了 坐下 我點不到他了怎麼辦 算了到時候再讀取一下他應該就會出來了 反正我現在先把他回收起來 哦 不過裡面的油可能就都不見了 我的油可能要再重新裝填一下 那個燃料居然會 欸 哇他來了 好啦好啦好啦 太好了他果然還是自己會傳送出來的 下來下來下來 跟我來跟我來 不要在那邊發呆了喂 不要發呆了快過來 這狗怎麼這麼不聽話的 哦來了來了來了 好啦你就在這裡吧 不要再上飛機了啦 哈哈 上飛機的 莫名其妙的 然後我們從另外一邊上來 然後 這個油毫無疑問的 當然燃料是完全沒了啦 到時候要再幫他補充一下 那所以這個先放進去吧 然後我們就先 先去 再繼續去搞一下我們的那東西吧 搞一下我們的港口 然後 然後 就是道路可能要稍微往前面那邊延伸一下 然後要蓋幾個小房子在這附近 應該也不太需要說做一個非常完整的規劃 只要道路有稍微延伸到 然後 附近呢有 好險 附近稍微有 附近 附近稍微有那個 房子就行了 道路有到那邊去 然後附近稍微有房子就行了 所以應該 我們再過去吧 蓋個小房子就行了 他果然就需要泥土了 來吧 準備送過來給你 所以小房子可能就蓋這上面就行了啦 然後他們如果到時候 可能就是漁夫吧 叫漁夫來這邊工作 看到時候是誰搬到這裡來 我們就叫誰來這邊釣魚就行了 呃 泥土來了 不要再囉嗦了 呃 我這邊先做一個這個吧 工作台 因為我的那個建築方塊到底都去哪裡 我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要多做一些吧 好了又有一個建築方塊了 然後又有一個儲物箱了 所以我們只要蓋幾個小房子在這附近 應該就行了 那先看看道路一直往前延伸的話會到哪裡 差不多就是會到這附近嘛 所以說 呃 呃先蓋一下道路好了 不過因為 這附近也都是樹 呃 還有就是海拔問題要考量一下 這邊都太高了 所以到這個道路呢應該也是要 呃一直往下蓋了 往下一層往下一層往下一層 然後蓋過去的 這個蓋起來也是有點麻煩的 蓋起來是有點麻煩的 要詳細的規劃計算一下 哦 身為一名市長 還要身還要成為一名工程師啊 哎 他蓋完了是不是 他剛蓋完了是不是 他居然蓋完了 動作好快喔 哎 哦 他在下面這邊會自動放水的呀 其實 所以應該要 本來就應該再把他往下一層再叫他蓋的囉 哈哈 呃 好好的吧 那那沒關係啦 那沒關係啦 至少有有接上去就行了 那這邊的話 好的他這邊的道路呢已經蓋好了像這樣 然後前面的樹呢也被我給披光了 看來是被我給披光了 所以叫他呢再往前面再蓋15 不過呢又要繼續再往下挖一層這樣子 繼續再往下挖一層 好像不用挖哦 直接放到下面就行了 呃 直接往下面放一層應該就行了 那這邊的話我看一下 呃 這邊的話好像有個問題 我當初放錯位置應該要放這一個的正下方的 可是我卻放了他前面一點點 沒關係我身上還有一些這個可以拿來補的 我有煤炭磚可以拿來補的 呃 好等一下再來補吧 這邊來先來放一下 要放在他的正下方才對的 這個要放這邊 然後我又要再一次的下去了 好這個動作還真是囉嗦啊這個 不過也沒辦法 所以一樣把他給僱傭過來 OK然後 其他 ROAD15 建造過去吧 然後又繼續往前蓋15 不過看樣子好像 就差不多到這附近吧 應該也差不多了 所以就差不多在這麼一個地方 然後只要蓋一棟房子就行了 沒錯 那也不一定要跟道路接上去嘛 不過看樣子好像可以跟他接上去也不錯 算了我在這邊蓋就行了 隨便選個地方 因為 這邊的話不太需要說一個 很 很很完整的規劃啊什麼的 所以這邊只要叫一個等級3的過來 然後 蓋一個家給他們 那可能只要一個 small house就可以了對不對 small house有bc喔 怎麼會有跟b跟c的 什麼跟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種兩種小家的 啊 這個是4 4 4 4格高的嗎 或者是這個 哇這到底有 這到底有多小啊 這才是重點啊 試試看嘛 這個c先把它蓋下去了 等一下來蓋一個b的好了 等一下來蓋個b的應該也不錯 然後這邊的話 喔他又需要香木材啊 馬上給他 馬上給他 反正我們砍樹的時候 砍掉了很多的這個原木出來 不知道到時候會不會需要原木 或者需要柵欄什麼的 反正都塞給他沒有關係 然後我們這個 再繼續再往下蓋一層喔 哇 這個規劃 這個規劃 很好 繼續再往下蓋一層吧 剛剛好要蓋到這邊了 還真的這邊下面就有 就有地方可以放 我要站在這邊 不過這個再往前蓋15的話 可能就會到達前面這邊了吧 OK那沒關係那沒關係很好 身為一名 身為一名 工程師 身為一名工程師 身為一名工程師 我真是什麼事情都做盡了 阿威迪 身為一名市長 又身為一名工程師 什麼事情都做盡了 哇這個房子看來真的超級小 蓋的超快 他已經蓋完了耶 看有沒有人會搬進來吧 馬上有人搬進來 馬上有人搬進來 太棒了 把樓梯轉一下就行了 這個房子倒是挺不錯的啊 我喜歡 我喜歡這個小房子 好像這個小房子蓋起來真的蠻不錯的 然後 也沒有必要說完全跟道路就接在他旁邊嘛 所以說 到時候也可以自己鋪一條小道路什麼的 跟他接上也行 然後 旁邊的話呢 可能要再蓋一個小房子在這旁邊吧 附近的地方 這邊也要P一下 在這邊弄這個 在這邊弄這個港口 的好處就是 離我們市長家比較近啊 如果說是在這邊弄的話也會比較 好像遠一點點吧 好像差不多 差不多了 這樣我們才可以回家睡覺啊 這樣我們才可以回家睡覺啊 我想要回家睡覺 要每次都睡馬路邊啊 天啊 那有了這個魚之後 我們到時候可以做魚雷了 沒有錯 那只是說 只是我們的市民呢 會不知道他們幫我捕魚 原來是為了要完成我的軍火大業 沒有錯 這對他們來說似乎是一件不太不太妙的事情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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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只能這麼做了 我也只能這麼做了 為了完成我們的軍火大業 那那個魚雷的話 不知道 魚雷是專門 在這個模組裡面啊 是不是專門可以用來攻擊水裡面的東西啊 那可能也得等他做出來之後才會知道 那我們過來繼續忙一下吧 稍微把一個釣魚碼頭這邊弄出來一下 這邊其實也不叫什麼港口都市啊 他可能就只能叫一個什麼碼頭而已吧 甚至連碼頭都算不太上那樣子 實在太小了 真的太小了啦 這邊的話 繼續吧 從這邊開始蓋就行了 那小房子的部分剛剛看還有一個對不對 我們就多蓋幾個種類吧 剛蓋的是C嘛 這邊蓋B 所以 東西應該只要從這邊stack給他就行了 他應該不會需要太多東西的 他把下面都挖空了呀 哇 這個這個有點凶狠啊 這個 那這邊的話 道路已經完全蓋起來了 所以 可以再讓他往下蓋一層吧 然後直接再往前蓋就行了 這樣就會直接靠近到海邊了吧 12345678 9101112131415 剛剛好 所以可以再叫他再蓋 可是他應該要往下蓋兩層 沒關係 好吧 那前面的道路線我自己手動先鋪一點點出來 這樣子 好的自己手動的往下面呢 鋪了一小層出來在那邊 在這邊往下鋪了一小層出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他下面這邊再往前鋪就行了 那這條道路就可以算是完成了 到達這個港口的地方 這條道路可以算是完成了 箱子呢在這裡 哎 放這邊吧沒錯 呃這邊要繼續挖一下 我得從這邊下去才行啊 來吧 繼續把他叫過來蓋道路 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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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是都像這樣子完成了 那這邊到時候可能 呃要補起來吧 自己要拿泥土把它給填起來才行 現在就填吧 好的這樣就行了 那下面這邊可能要補起來一下 然後看起來就比較正常一點了吧 反正泥土很多到時候可以慢慢的填 然後這邊的話看起來就比較不會像 落差這麼大 那旁邊的話就可以直接從這條道路 直接走到旁邊這邊來 好的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人叫什麼名字吧 他叫什麼 Michael Bealberry 所以 Michael Bealberry 所以先叫那個傢伙先來這邊釣魚 沒有錯 Michael Michael在這裡就是他了 把他叫來這邊釣魚吧 凡是搬到這邊來住的人 我們都要叫他來釣魚了 噢我的飽食度 那這個道路有一點點凸出來嘛 所以這邊可能自己手動挖一下 然後可以把他往下降一層 或者是說道路乾脆到這邊就行了 那我們之後再來說吧 那 上面這邊還有一個叫做 Juan的Goodbye的 我的天啊 有一個叫做 真 Juan 不對他叫做什麼 Juan Juan 好吧 隨便 隨便他的名字要叫什麼 總言之呢 就是說 旁邊這邊 我們可以再蓋一個碼頭 然後呢就叫他去工作就行了 那現在的話呢 人口數到了52個人嘛 所以說就是 原本有兩個無家可歸的人 已經把他們叫來這邊住了 然後呢 我等一下會再蓋一個這種港口 然後 就叫他再來這邊工作 這樣就行了 所以呢 很好 那這一集的話 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也剛剛好呢 就把這條道路呢 往這邊延伸過來 那這邊到時候要再清一下 道路延伸過來到這一邊 那這邊有一個港口碼頭在 釣魚的一個地方在這裡啊 所以這邊旁邊等一下再蓋一個 然後再叫這一個住戶來這邊 工作這樣就行了 好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會 拜拜